内阁同意落实针对性柴油补贴后 细节还没公布就掀起了热议 也正因为政策详情还不明朗 让声斗小民担心柴油价格 最终会走向自由浮动的局面 但首相纳都斯里安华 促请民众稍安募造 今代第二财政部部长公布详情 事实上民众担心柴油零售价格 一旦自由浮动 将会担心餐馆业者会将 营运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最终加剧平民百姓的经济负担 为此首相今天出席活动后 给民众派定心丸 表示政府已经采取 适当和足够的措施 来应对这个现象 另外有关针对性柴油津贴计划 没有汇集旅游巴士 或旅游货车业者引起了舆论 安华对此回应 若是其他领域的业者 希望扩大受贿名单 需要向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和交通部查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